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煮这个家常菜 就是杂菌扒豆腐 我们来看看材料 材料有本菇、金菇 割一包、瘦珍菇四两 硬豆腐一件 有些葱段 三粒蒜头 还有调味料 就是盐和糖 割三分一茶匙 还有一个芡汁 就是蚝油一汤匙 粟粉一茶匙 糖半茶匙 热水四汤匙 把它搅拌均匀 做一个芡汁 今天我用了这三种菇菌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菇菌 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 用哪一种菇菌都无所谓 那豆腐呢 我们今天是要煎豆腐 所以就要用硬豆腐 比较适合 你买的时候 买硬豆腐就可以了 去买豆腐的地方 好了 让我先处理材料 好了 材料已经处理好了 首先我们要先煎豆腐 那买回来 就给少少少盐 醃一醃 然后它就有些水分 会飙出来 那我们将它一开八之后 就用油 把它煎成金黄色 因为时间关系 我已经煎好了 之前有段视频 都是火腩炖豆腐 都是有详细的做给大家看 如何煎 这次我就不讲得那么详细了 如果大家想看 可以找回那段视频来看 好了 那菇菌呢 我们只需要切底部就可以用了 也不需要洗的 因为如果洗了之后 就会影响它的味道 和它会出很多水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煮这个 杂菌扒豆腐 我们刚刚煎完豆腐 那我们圆锅 用中火 刚才煎豆腐 就用了2-3汤匙的油 所以现在就不需要额外 加多些油 现在先烧热锅 爆一下蒜头 用中火 有些香味 就可以加些菇菌 首先我们加了瘦珍菇 和本菇 先炒一下 炒一下 炒一下 后 就可以加些金菇 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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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半茶匙的酒 炒一下 炒一下 那些菇芹的味道 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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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 炒一下 炒一下 火焦 加一点味 大约2汤匙的水 将豆腐回锅 盖上盖子煮3分钟 煮3分钟 最后将芡汁加进去 加上葱蒜 炒均匀就可以上碟 今天这个杂菌扒豆腐已经完成了 大家不妨试试